我們假設這個資料已經調查收集完了 不論你用的方法是普查還是抽樣的調查 資料收集完了以後 我們就要開始來整理 以下就是資料整理的一些方法 第一個我們要做次數分配表 跟次數分配曲線 次數分配表怎麼製作 我們就把資料開始排列 比如說調查學生的身高 從最矮的排到最高的 一大小把它排列出來 排列出來以後 我們第一個要求全聚 就是說最矮的幾公分 最高的幾公分 把它給求出來 就是說資料的範圍 全聚的話 我們叫做大低好 低的話 就等於低A 減掉低1 求完了以後 我們要開始來分組 看要分成幾組 那通常這個組數 通常的話是定7到15組的話 是最好的 如果數目很大的話 統計學家有個公式 統計學家有個公式 就是說你組數定這麼多 是最好的 然後定出來以後 就是說你要把這些資料分成幾組 每組 每組它的組句 就是說比如說你是 150公分到155公分一組 或者是 再來說155公分到這個 170公分一組等等 通常這個組句沒有規定說一定要一樣的 不過我們在處理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是把它弄成是一樣的 通常組句 每個組句是一樣的 雖然沒有陰性規定要一樣 那組數的話 通常定成這樣子是最好的 再來呢 就定它的主線 跟主終點 所謂主線的話 就是說 比如說第一組 它是150公分到150公分 它的下線就是150 上線就是155公分 上線就是155公分 那這上下線的話 通常我們這個 這一組資料裡面 都有包含下線 比如說 這一組的資料 是150到155公分 那麼它的資料值 通常是大於等於這個 150公分 有包括下線 但是呢 沒有包括上線 所以第二組的話 就有包括這150 第一組沒有包括150 然後這個上下線定出來以後 再定主終點 所謂主終點 就是上下線的算數平均數 這是主終點 好 定出來以後 我們就開始什麼呢 開始要歸類 然後開始畫計 畫計的話就是說 因為這個什麼呢 這個資料可能是 就是有點散亂 資料有點散亂 通常是這樣子 就資料有點散亂的話 我們通常 通常都先畫計 先畫計 先把這個 先把這個 先把什麼呢 先把這個 這個資料的話 開始畫計 所謂畫計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你這個都定出來了 比如說 150到這個155 然後就在這些資料裡面找 第一個資料 155到160 點點點 比如說 第一個資料是 155 那就在這裡畫一個 第二個資料的話 比如說是 156 那156就在第二組 這樣開始畫計 就是說 那當然你如果 一開始 就把資料 從頭排到尾的話 這畫計就會比較方便 那有時候的話 你在整理的時候 你可能 可能 你把資料 從頭排到尾的話 沒有先做 那沒有先做的話 不過現在電腦 已經很方便的話 你的話 用電腦 你要排序 把那個時候 把資料通通 把它填進去 然後開始排序 開始排序的話 它就什麼 它就那個 整個次序都出來 那整個次序出來的話 那你畫計就很方便 就是前面看幾個 150到150的 開始畫計 比如說 它有資料有多少 資料的話 比如說 有150 啊 啊 151 啊 151有兩個 再來 153 畫一畫 然後這樣就可以算出它的次數 看它次數有幾個 這樣子 那再來畫計 那再來什麼 在計數 把這個什麼呢 把這個 就是在這裡面的資料的次數的話 通通把它寫下來 那寫下來 然後就開始什麼呢 開始做什麼呢 次數分配曲線 那次數分配曲線的話 怎麼做 就是說 你就先做什麼呢 做那個直方圖 哦 直方圖 直方圖 直方圖的話呢 是這樣的個圖 就是說 你這個什麼呢 第一組的上限 下限是150 那上限的話呢 是 155 然後那次數 比如說 有 5人 再來呢 第二組 第二組的話 比如說有 160 比如說 你有80 等等 啊 比如說你 總共有 160 這是 165 那這是 170 比如說 最高呢 最高的話 是多少呢 是169 那你就畫到這裡 畫到這裡的話 然後就把這個呢 祖宗典找出來 150 可是155呢 加起來 把祖宗典找出來 祖宗典找出來以後 然後再把它連起來 連起來 然後現在問題是說 這邊要連多少 這邊通常 我們就什麼呢 我們就這個 取什麼 取多少的寬度呢 這個寬度 就取這個寬度 就祖宗典 這是se D嘛 那到什麼呢 那減掉呢 D1 這D1的話 是什麼呢 是D組的大小 D組的大小 D組的大小是5啦 那這個的話 是100 多少呢 這個 這個是157.5 157.5 157.5 那多少呢 那減掉5 減掉5的話 就多少 嗯 不對 這是5 對不對 應該是100 100 這是5 加0 出一個 這是 2.5 152.5 這個跟這個的主終點 是152.5 那減乳 就是 152.5 減乳 就140 5.5 哦 那這是 100 145.5 那這樣 給它連起來 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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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也一樣 這裡的話 這個 這個主終點 跟這個寬度 是取的 取這個寬度 那這樣把它連起來的話 這種圖 我們叫做什麼呢 叫做次數呢 分配曲線 次數分配曲線 它是用呢 直方圖的這個 這個主終點 把它給畫出來 它底下的話 我們再來討論呢 累積次數分配表 跟累積次數分配曲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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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